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切尤医生 今天我们聊什么呢? 聊一聊精神障碍性的一个疾病 很多人说啊,这个为什么他会有精神障碍性疾病呢? 你这个人心里太脆弱了啊 你这个人这个怎么说呢?太不坚强了 那么切尤医生还是要告诫大家 给这些精神障碍的患者多一些关怀 因为这个发病啊,精神障碍发病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来看看焦虑抑郁还有压力相关障碍 它是常见的精神障碍性疾病 影响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代谢紊乱可能促成了精神障碍的发展 代谢的紊乱 炎症可能在代谢紊乱和精神障碍之间 它起着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直指和普通糖代谢异常能够激活先天免疫细胞 促进炎症细胞因子和生物胺代谢产物的一个释放 从而导致微胶质细胞 它导致的下丘脑炎症 我们大脑中下丘脑的炎症 这些都与抑郁焦虑和压力相关障碍的发展是有关的 此外脂肪激素 血腔中的饱和脂肪酸和肠道信号分子 可能会增加血脑屏障的通透性 导致大脑中的一个慢性炎症风险升高 这个慢性炎症风险一旦升高以后 也增加了精神疾病障碍的风险 这项研究搜集了瑞典斯特哥尔摩地区 与职业健康筛查的211200名参与者 使用COX比例回归风险 这个风险回归模型 检验了高血糖和血脂与精神障碍之间的关联 此外还通过曹氏队列并立对照实验 研究了人群在诊断前20年 生物标志物水平的时间趋势 平均随访21年的时间 高血糖和高钙油三指 与所有测试的精神障碍风险增高都有关 再说一遍 高血糖和高钙油三指 与所有的精神障碍类疾病都有关系 而高密度脂蛋白水平高 则与精神障碍风险较低是有关的 此外与对照组相比 患有抑郁焦虑和压力障碍相关性疾病患者 在诊断的前20年 葡萄糖钙油三指和总胆固醇水平更高 而在诊断前10年 载质蛋白A和载质蛋白B的水平也更高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体内代谢紊乱可能和未来精神障碍性疾病 它的发生是相关的 而其中可能最关键的罪魁祸首就是炎症 那么很多人说了如何来抗炎呢 这个刑友医生在既往的视频中曾经讲过 抗炎最好的就是两个办法 第一个抗炎饮食 均衡的饮食 多吃蔬菜呀水果 多吃这个颧骨类的食物 可以吃一些坚果豆类 奥米格酸脂肪酸 这是抗炎饮食 这是抗炎最好的办法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适当的体育运动 也是抗炎最好的办法 好 那么今天您了解这个精神障碍类疾病 发生的一些相关机制了吗 当然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健康快乐 幸福平安 也欢迎大家关注 《气游医生共化健康》 我们明天再见